被我聊四季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緬甸對上保加利亞的對決 保加利亞的話 我們先來講他的能力 保加利亞的話 他的民兵系三級是免費 城市中心的食料費用是-50% 冰箱廠的話 還有工程系製造所的食物費用-50% 然後最特別的是他可以建造這個銀類 那這個銀類的話 就是一個小城堡的概念 城 傷害跟城堡差不多 但是費用的話 只需要城堡一半 好像也不用一半 大概350石頭 城堡是650 大概是快一半左右 好 再來是他的團隊加成 冰工廠工作速度會加80% 這個效果在打團戰來說 潘克系比那個變身timing的時候 非常有用 但這個算蠻極限的一個能力啦 所以算是不小補的一個能力 也不算是一個絕對性的一個關鍵能力 但是 研發比較快真的是比較香啊 我覺得 好 那再來看緬甸 緬甸的話是他有免費的伐木廠的科技 那以這個法蘭克來講好了 法蘭克比較多玩家比較了解 法蘭克的話是免費農田技術 那緬甸的話是免費伐木技術 誒這怎麼中 赤頭了 哈哈 好緬甸這邊把自己的赤頭送掉了 所以只能用自己的村民去把這個火雞拿回來吃 好 那我們繼續講 那緬甸人的每個Style 步兵的力都會攻擊1-1 從磨敬Style開始 那他的相符進遠房只會各加1 然後修道院科技-50% 哇 相當省 所以緬甸人他是要打僧侶 對於生頭也是蠻強的 那我看過的打法是 生女加相夫打法 生女相夫頭車的一個威瑟壓制 還蠻猛的 好 那再來講他的特殊單位 飛鏢騎兵 那緬甸的飛鏢騎兵的話 只要把他想像成是 攻速快一點的西班牙征服者 那西班牙征服者的話 特點是射的遠 射程比較遠 但是速慢 那那個飛鏢騎兵呢 是射的快 但是手短 然後他有一個 比較 算是越近的話 他那個 大量射起來的時候 有一點像是破散攻擊的感覺 有點像邊範圍攻擊一樣的feel 所以如果被他貼近 然後被射掉一坨的話 把那個單位掉不快 而且飛鏢騎兵的單位的 攻擊力是非常非常高的 基本攻擊就有15 跟騎兵的傷害比起來的話 通常對手出騎兵的話 都會被這個飛鏢騎兵給風箏掉 所以這個飛鏢騎兵出的時機點 也算是蠻需要看的 因為飛鏢騎兵是怕攻兵跟戰狼的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怎麼打吧 那緬甸的話 前期應該是要打農的 兩邊應該是打農的 那我們這邊先來加速一下 前期我們就跳過佩姿的部分 因為大部分玩家對佩姿這件事情 好像已經放棄治療了 我們就 呵呵 每一場的前期都省略掉了 那我們直接看中後期 好 那這邊豬排 吃的差不多了 那風箭時代是保加利亞先上 那緬甸的話 還沒有上 緬甸這邊是要直層了嗎 柯明書到了26 20 欸24村了 25 25村 按下去25了 哇 25 26村 踩點風箭時代 然後挖廳 哇 這個很明顯是要直層了 他這邊有信心 他這個土其實蠻大的 這樣圍的話 嗯 覺得蠻冒險的 這張直層是蠻冒險的一件事情 好 26村上了之後 蓋下這個市集跟兵工廠 就可以來升級這個城堡時代了 然後肉再缺一點點 這樣不要買賣上下 OK 這邊買賣上了一下 然後城堡時代 等不買賣的話可能出資喔 欸這果樹蟲有點危險喔 這12個 不要繼續踩 欸對對對 這個不能踩 這個踩的話就爆炸 好那這邊 刺猴直接過來偵查 順便看一下有沒有破壞可以打 但是肉已經圍死了 那這邊 緬甸的重要任務就是 趕快把自己的牆喔 圍起來 然後趕快蓋下這個馬舊 出騎兵 前期出騎兵的話 可以稍微壓制一下對手 用這個時代上的優勢 欸 但是這邊 緬甸套路不太一樣 這邊上神地 就是去開PC 跟修道院 當然這個 生女喔 是我們害怕這個 赤猴 赤猴只要打2到3下 就可以掏死這個生女 欸欸欸 一獎完你就要出去送是不是 哎呀 哎呀 倒了 直接死去 100斤直接白給 剛獎完就 就沒啦 痾 為什麼他會這樣送喔 簡單來說就是 因為我們是上地視角 緬甸市沒有看到他 他的赤猴的位置 有可能他也很 在用種田啊 蓋TC啊 調經濟啊 然後 聖女一出去喔 欸就看到赤猴在旁邊了 這種情況是比較多的 然後 那寶甸莉亞這邊也開下DLTC了 那地上TC開這裡感覺是不錯的 然後 這個地方喔 開TC可以挖石頭又有木頭 還不錯 那左邊也7TC 那這樣的話 3TC連防也不錯 然後 那就要來看寶甸莉亞 知道什麼打 欸這邊是打馬弓欸 哇 寶甸莉亞打馬弓的話 他是沒有三級遠防的喔 雖然工兵的防禦 終究不是個問題 問題是有沒有三級射 但是 寶甸莉亞是有三級射的 嗯 其實寶甸莉亞打馬弓的話 之前DLTC有示範過給我們看 然後 我們的影片之前有講到 寶甸莉亞的馬弓 對以上馬扎的馬弓的對決 那場也是相當精彩 那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翻譯前的影片來看看 好 這邊聖女先來招一下 欸招到了 欸不錯 那麼歸是聖女國 但是這邊會不會被射 快跑快跑 這裡很危險 欸拉一下拉一下 欸唷唷唷唷 沒有登到血還好 好了 招到一隻馬弓之後 出去 偵查一下 但是後面有兩隻刺喔 在追 兩邊看起來打一個 最濃的內容欸 都沒有要出兵喔 都在 風黃撒田 補村民 跟該TC 都沒有要搭戰的感覺 好 那把這列拉補下第四個提示 欸 HX喔 TC該這個位置 雖然這個位置跟我想 跟我想的有點不太一樣 呵呵 但沒有關係 這樣也可以啦 好 好 然後呢TC再補下了一個 空公司TC再挖 呃 前面門口 自家門口蓋一個城堡 但是蓋得起來嗎 有點危險 但是一半了 好像可以 所以生女跟奴炮 爭取到了一點時間 把這個城堡順利蓋了起來 那這個城堡蓋起來之後 這個精靈的話 就可以稍微挖一下 但是還是有點危險喔 這邊這個馬公司 可以站在這邊 設挖 挖金框村民 好 那這邊奴炮直接被 秀掉 兩發 但是這邊馬公也是 殘血非常大量 好 這邊拉了一些村民喔 看是要來找野精野食的嗎 出來 露營BBQ 尋找人生第二村 但是什麼都沒找到 誒有了 找到一個小野精 看對手的刺猴也過來 來看一下 偵查一下 好 正面的話 看起來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明天點下帝王時代 那也點下這個手推測 開開疊碼房 疊碼房的話 很有可能是要打肉馬 跟這個飛鏢 誒 飛鏢了 誒確實打飛鏢 因為他不可能只打肉馬 打肉馬的話一定輸 打騎兵的話更慘 打騎兵的話絕對是會被風箏到爆了 好 那這邊飛鏢騎兵出了之後 開始就有這個壓制力 但是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攻兵騎士 counter這個飛鏢騎兵的 可以利用這個射程跟彈道學 來看一下這邊的交戰 好這邊射一下 哇 血量掉不快 但對方飛鏢騎兵 傷害很高 好 但是剛剛這邊有沒有 射速很快 其實是可以壓制飛鏢的 但飛鏢的話是單體傷害高 但是會很容易射歪 只要紀律欲遠 這個飛鏢騎兵就會劣勢 那這邊最好就是寶加利亞 可能生到地龍師代 三級射點一下之後 就比較能夠壓制這個飛鏢騎兵了 好那寶加利亞的話 前期不出這個 他的寶兵 寶加利亞騎兵 最主要的可能 應該是因為 他也想對手是免電 那免電的話 很容易出這個飛鏢騎兵 飛鏢騎兵 卡特這個 寶加利亞騎兵是非常卡特的 基本來說 這個 飛鏢騎兵是卡特所有的騎兵 跟那個西班牙一樣 西班牙也是非常卡特騎兵的 那這邊只要一出這個 馬弓的話 那對手的話 就不好出這個飛鏢騎兵 那如果要出飛鏢的話 那就要出大量騎兵喔 那最好是出肉馬 因為這個騎兵太花錢 好那確實這邊 補下品種跟輕騎兵的升級 那肉馬的話 好處就是便宜嘛 然後 沒什麼特大問題 黃金量也 夠 欸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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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一下 等一下 三下 四九 欸到底 還是 好那這邊 大肉馬升級好了 輕騎兵 升級也點了 那升大一提喔 緬甸喔 這個金罐 這個 曼尼普爾騎兵 可以讓自己的騎兵喔 對工兵單位加五傷害 因為本身緬甸他對工兵的 抵抗力是比較弱一點的 因為他的人沒有二級防 他工兵只有一防而已 喔喔喔這邊點下了 剛剛講完這個金罐馬 才能點 因為通常打這個大肉馬 通常就是 對付 緬甸的對付工兵的方式 就是點這個大肉馬 然後點這個 這個金罐能力 那這樣子的話 只要貼到這個 馬弓一下的話 哇就會投過血喔 即使是輕騎兵 或者是大肉馬 貼到一下就會投過血了 所以你再找一下 應該可以找到一隻雲過來了 OK 但是這次勝率也是要怕了 好 這個金罐點一下之後 即使你看到他只點一弓 只要貼到一下這個馬弓 就會投過血了 哇哇哇 兩刀 五刀就可以打死一隻 打死一隻馬弓 哇這個傷害很猛的 好這邊過來直接送了一波 然後應該是跑不掉了 全速送光 欸沒有彈到血嗎 哇很歪欸 欸有啊有彈到血了 欸怎麼這麼歪的感覺啊 好不知道 看不懂 好那這邊正面也要來個寶 免電繼續持續給壓力 直接來個高地寶 對你的這個金罐 但金罐有點不見 還是挖得到 正面大量的肉馬直接過來 砍這些村民 但這邊工兵不能被砍到 工兵被這大肉馬砍到很痛 找到五刀 這個肉馬就可以砍死這個工兵喔 哇這個傷害 宛如像出了重裝騎士一樣 好直接補個窄口 但是非常大量的肉馬淹了過來 這個工兵的數量不夠多 而且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倒這個大肉馬喔 血量掉得非常非常慢 但是還是只能持續用這個窄口 用這個窄口繼續防守 但是這邊城堡很有可能會被倒 因為後面有三台巨型猴死機 三台巨頭 就能搞定 任何一座城堡 好這邊巨頭 裡面巨頭也先出來了 哎呀這個城堡要掰啦 哇再損兩百斤 分明大量原地 真亡 沒了 好那這邊工兵 重升級魂重裝了 重裝馬弓的話 打這個肉馬的話 傷害就會比較好一點了 這邊升級重裝的話 攻擊會再加1 發血也好了 那這邊重馬弓的話 就是最加攻擊力了 7加速攻擊力11 但這邊肉馬打這個馬弓壓力還是很大 被貼到還是蠻痛的 哎那這邊完全沒有要出這個飛鏢了嘛 不出飛鏢也好 不出這個肉馬就可以了 不加大量黃金 待會要打什麼也可以 好那這邊保加利亞 選出轉出這個 起兵的升級 好那變成重裝長槍兵之後 也點加護衛技術 看來要轉這個長槍兵出來打架了 這邊保加利亞的話 兵營的部分 還有民兵系護甲加五 這個精冠能力 但這個能力是沒有吃到長槍兵的 長槍兵是吃不到的 那如果以緬甸的長槍兵 來跟保加利亞的長槍兵來對打的話 那也是緬甸會贏 因為緬甸的步兵是每個時代攻擊力1加1 所以這邊如果兩邊都出長槍兵的情況的話 也是緬甸會贏 保加利亞的話 這邊身為大級兵的話 也是沒有特別強 雖然還是一般的那種級兵傷害 但這邊還是該死喔 不然這弱馬太多 可能會受不了 好 這邊又被打了破口 大量的擊兵過來狂律 防守一下 但是後面有馬功喔 馬功給的傷害很好 而且前面有長槍兵在賭 變賭口組得還不錯 這邊單只靠弱馬的話 可能會出事 好 這邊大量優勢出來 殺贏直接在地上 但是大量弱馬直接過來 直接硬砍掉這些大擊兵 大擊兵直接被施光一排之後 但是後面 這邊馬功能傷害很高 一發一隻 能先撤退了 這波守得還不錯 但是上面 又被挖蓋座城堡 這邊控野金 控野石的想法 非常好 地圖控制打得很好 這邊直接先硬砍掉一台遠投 大量弱馬再又過來了 能不能殺掉這一坨的馬功能 好危險 好險有拉掉喔 不然這一坨就要出事了 好大量的擊兵直接上去硬頂 哇這兵擊兵只要三下就被戳死一隻肉 很猛很猛 不然喔塔卡馬就是要出擊兵阿 火力非常的有威懾力 好但是這邊直接壓你一個大盆寶 直接請你吃 傷害很高很高 繼續出去 好再射一下再射一下 欸但是 正高地射這個巨型通緝發現 欸這怎麼個城堡阿 唉呀 非常大量的馬功直接被射到火鍋血流 下面大量的擊兵直接把這個肉馬全身包夾 炒炸完之後自己的肉馬 自己的馬功還是被這個城堡射 哇這個馬功死得非常非常快 只要被射到雲下箭矢全吃 馬功就直接 炒雷蛋了 快點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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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呀你 這個不是你的城堡阿 你在幹嘛阿 大哥 大哥 哇 我看他好難受 好下面這邊也被肉馬騷擾了 大量的擊兵過來救一下 終於發現那個不是地獄城堡了 哇那這邊現在的問題就是 要趕快出這個巨型頭時機喔 但是家裡並沒有認為一座城堡存在 出巨頭的夢想已經被粉碎 哇這邊再補下更多的射箭廠 正面的話也沒有 甩履在巨一罩去搬那個遺跡 空講我就出來了 有一台 有一個勝率過來搬遺跡 好下面這邊的話 可能要再把這個門口封起來比較好 但是這邊有蠻多的這個建築在這邊 這個免建塔很穩耶 連二級建築都點下了 好那強力護腕跟這個 魔防水車也點 OK 剛剛應該是點錯了 應該是要點這個魔防水車 建築功能 建築效率增加 OK蓋東西蓋得更快一點 好那這邊大肉麻 持續輸出 黃金純29塊到3000 黃金量已經被海放了 打兩碼公分級 並直接往後走 看來還是要直接去攻擊 緬甸家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這邊只是一方面的被挨打而已 但這個城堡 這個不解決掉的話會很痛楚 因為這邊幾兵喔 或是馬公只要一出去就會被射 這血量會消得非常非常快 好那最後面對人最後還是要打這個飛胶起兵 好大肉麻直接過來貼上 但是幾兵直接戳掉了非常多的肉麻 哇肉麻瞬間大概有十隻左右倒地 但是幾兵還活著 但是這一馬公直接六個一波 就直接肉麻一波 但是有大量的飛鏢起兵過來要集火了 很危險 重劍者一個城堡起來了 那有城堡之後就會出這個巨頭之金 但是現在保加利亞的危機是沒有黃金了 黃金直接斷金 好這邊直接蓋車門直接堵入 直接要撞了嗎 這裡有洞嗎 沒有 包住再一個 哎呦還是有洞 上面這邊繞得還不錯 好那這邊直接一個 馬拉索慢跑 地圖一圈 跑完了 好那這邊打出一個洞之後 擠兵擠去裡面開始圖村民 但是這個效率變不是那麼好 還是該圖 這邊直接鑽到了一個 宅口直接開送 好那這邊肉麻打這個馬弓 傷害非常非常高 欸不是五下原來是六下 我以為這個肉麻是六下就被打死了 怎麼那麼痛 六下的肉麻 就可以打死一隻馬弓 也算不錯了 然後這邊去洛西 開拆 開拆 這邊要大量騎兵過來防守比較好 但是騎兵對這個飛鏢騎兵的效果非常的不好 這邊飛鏢騎兵手有 還是有手藏的一個優勢喔 打這個騎兵還是蠻好的 但是如果被騎兵抽到的話也是蠻痛的 但是這邊還是要靠這個馬弓去反制一下對手的一個飛鏢 但是要反制的話 問題是沒有黃金 沒有黃金的話就能出騎兵 黃金是用戰毛了 但是戰毛沒有升級好 大家說你們就是 也真的看著對手 直接硬殺掉大量的騎兵了嗎 這個城堡也是順利解掉了 終於收復師傅 但是下面這邊也是已經被弄了 好大量的騎兵過來防守 很順便要過來這邊挖木炮 這邊順便會很危險 但正面的話 很難打回來一點還更不錯 大量騎兵也免電壓力還是蠻大的 所以免電 狂兵是比較虛一點 出戰馬的話很容易劣勢喔 但是 這邊打這個騎兵的話 他其實也可以出這個騎兵跟對方互戳 因為這個緬甸本身就有加一種 去戳這個騎兵還蠻爽的 互戳 但打的最好的方法 還是用這個飛鏢騎兵去打 更好 因為黃金冰種就是比較香 好 看一下下面 這邊是被抓爆 好 好 那這邊蓋防護場 後面就是出來拔木了 好 看到這邊 正面大量的騎兵 被這個飛鏢騎兵直接被 抽到不要不要了 這裡有個宅口 肉馬大量騎 還有這邊大量的騎兵 補在這裡 但是馬攻有個高低的速 高打低的一個傷害 哇 這個血量掉得非常非常快 反正正面下面的騎兵 快要被說光了 飛鏢騎兵直接 往前貼上了高低 大量的馬攻 瞬間消失 因為這個飛鏢騎兵 只要貼到近距離的話 血量打得非常快 這邊 保加利亞打出GG 終究受不了保加利亞 還是打出了GG 這個沒辦法 這個前期經濟被控太長 這個飛鏢騎兵 對保加利亞這個陣型 有點萬解 他出幾兵飛鏢也可以解 出馬攻的話 飛鏢也可以解 不管怎麼樣 飛鏢都可以解 飛鏢就是萬解 然後單純出馬攻的話 大落馬直接硬貼 也可以 省下大量黃金 然後來看一下這邊 資源的部分 資源的話只有木頭 小銀一點點 其他的資源都是有點 輸得有點誇張 這個緬甸前面控圖 真是控得不錯 但我覺得這邊緬甸會贏得這麼好 也是因為他的決策也是對的 就是他打對方馬攻 並沒有出戰毛跟對方硬拼 因為緬甸沒有三級防 也沒有二級遠防 所以打這個馬攻的話 還是會有心有餘力的不足 但出這個大肉馬點金罐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相當關鍵 原來確實有點金罐之後 給對手壓力很大 對手也只能把這個馬攻 放到家裡 做一個防守 那馬攻只要做成一個 被動防守狀況的話 就沒有太大優勢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